四季 她說你老闆給你買的鞋子 是山寨貨 這段話應該會由走我們公司的名譽 你作為公司的員工就不應該解釋解釋 一個小員工而已 你有沒有自知之明 還妄想方總會送給你禮物 我看你這衣服 好了好了 你是送的吧你 我 裝什麼柔弱的 我可沒碰你 怎麼打起閣來了 你少說兩句吧 可能是她說話太難聽了吧 怎麼動手啊 我還能碰到我嗎 你看她呢 我很好 我眼光 你別忘了我 我扔錯了嗎? 我扔錯了嗎? 喂! 我跟你說話呢? 娜娜 像你這種供應男人的方式 也太老套了吧 行了娜娜,你別說了 不好意思啊,這位小姐 她只是性格,有些衝動 她沒有惡意的 希望你別放在心上 好的 陳小姐,請你準備上台了 好,我們過去吧 走了走了 你給我等著 走吧 我等著 虧我沒出手 還不是為了維護心肌和平 當好氣氛 周董答應了 我的耳環呢? 下面 我們歡迎周董上台致詞 歡迎大家 在百忙之中 參與週年慶典 最近呢 公司連續推出了 一系列優質產品 並取得了不菲的收益 這與大家的努力 和在座各位同僚的支持 密不可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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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服幾頓彩妝線 每年都會推出一位 全新的代言人 下面 很高興為大家介紹 我的外甥女 陳孟菲女士 她 即將成為新一屆的代言人 很榮幸能獲得這次機會 感謝董事會對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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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小琪 記不記得 你說個人我不要 寵貨來著 然後呢 我好像 闖了 如果我不小心 得罪了周董的外甥女 那她還會同意給你撥款嗎 嗯 又見面了 方總 我想我有必要跟您說明一下 您的員工剛才對我有多過分 我不過是讓一個小小的服員 給我道歉而已 她就用您的名義威脅 我 什麼 不聽不聽 房伐年紀 一個小員工而已 看不清自己的地位 還說腳上那雙山寨貨 是放送您送的 現在打臉了吧 紫欽 她說你老闆給你買的鞋子 是山寨貨 這段話應該會游送我們公司的名譽 你作為公司的員工就不應該解釋解釋 哦 鞋真的是您送的 還有呢 我們公司的員工 我自己會處理 跟外人沒有關係 莫菲 我跟你說 那雙鞋 真的是放冷送給她的 你說話呀 我知道 生氣生氣 搞什麼公鬥戲嗎這是 還說什麼 注意自己身份了 你就是個小員工了 那孫中 勞動人民 怎麼了 慢一點兒別擺到腳了 我怎麼可能擺到 我這不是剛說你 你還好吧 連腳都欺負我 平時這麼能刷嘴皮子 今天怎麼一句話都不說 我不是怕得罪人嗎 我要是得罪那個陳孟菲 周董一不高興 萬一不給我們建的科研部怎麼辦 我今天沒給你惹麻煩嗎 是你一直都是我的麻煩 都習慣了 不過今天謝謝你幫我說話 應該的 打狗也得看主人啊 什麼意思啊 他們也沒打你 只是出言不訓而已 走吧 沒事 走 幹什麼 還是那些人 謝謝你 謝謝你